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些關於書籍的內容 我們次환 neighbor來大家短嘴 我的意思是 我孩子都比成為 Christians 還要通滑 我自己有奇怪的意思 我oll開記錶 我的意思有人會蒐米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当然这本书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的看完 我只是看了大概三分二吧 然后就有了前阵子 在顺德北教的那家和美术馆 举办的安藤宗雄的展 然后呢我还没看完这本书 但是我也就直接去了那个展 因为我觉得那个展 还是比较重要的有些信息 所以我就想放在前面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有分几张 第一张是超越艺术 然后第二张呢超越光 第三张是超越安藤 就它自己了 然后呢从2021年的3月30号开始 一直到2021年的8月1号的期间 都有一直在举办 所以期限还是蛮长的 我是在开展第二天就去了 所以人不算特别多还好 因为其实严格来说第一天呢 是给VIP的那些邀请的宾客去参加的 所以对于公开的观众来讲 我应该算是第一天吧 就是第一天 我上午去的 然后人不算特别多 但中午之后开始慢慢人就多了 如果你想要专注的在某件展品前面停留蛮长一段时间的话会有点难 对所以建议大家提早一点去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购票 和美术馆它自己是有自己的小程序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得到 然后呢我买的这种是有人票 就是几个人一起购入的话 然后一起去场馆展会比一个人的票价低一点 就是分摊来计算的话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可以叫多几个朋友跟你一起去逛 会比较划算一点点 当然一个人逛展有一个人逛展的开心的地方 这就看你自己的习惯了 那么这是大概这个展览的一些讯息 关于这本书呢 后面也是后面的书包括这本也是 我不会太详细的讲解书里面所有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这种出版刊物呢 它毕竟也有自己的版权 我也不会翻太多内容给大家看 我只是简单复述一下 它大概的一些概览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所以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分享 那本书我大概看了三分二 我目前看这本书的进度呢 我自己感觉来讲 就安藤他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也算是我学生时代 比较喜欢的一位建筑设计师了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 清水魔建筑的这个风格 包括他自己对于他自己过往作品的一些评价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刚刚提到的和美术馆 没有收入进这本书里面 因为太新了 这里面都是比较早期的一些作品 主要的就是除了一些 在日本当地的一些民宅之外呢 就是一些美术馆啊 教堂之类的这种建筑了 但我自己最感兴趣的 还是他去设计住宅的这方面 因为公共展览的空间 我觉得其实都挺大同小异的 因为功能性有单一的限制 但是每个人的住宅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住宅 都是各种千变万化的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并且他的大部分作品来说 并不是十全十美 经常有一些显而易见的 对我们来讲可以说缺点 比如说天井开得太大 导致冬天过于冷 夏天特别热这种 但是屋主也住了好几十年 安藤自己也会觉得说 可能给别人造成一定的不便 但是他对于设计上这种不妥协的 这种感觉呢 我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确实才能达到 自己喜欢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过得了自己这关 把这个作品给展示出来 这是他的一个算是底线的坚持 包括那个逛之教堂也是 他就坚持不加任何玻璃啊什么的 但是那些信徒们就坚持要加玻璃 搞了他就很恼火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等等等等啊 这本书也不贵 网上买了还几十块钱 我觉得就是对建筑 或者对安藤这个人感兴趣的各位朋友 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包括我刚刚说那个展览 一直展到八月份 大家有空的话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 包括和美书馆本身 虽然他还没有收录这本书 但是我也是特别喜欢和美书馆的那个风格 双螺旋结构的楼梯 然后加上特别挑高敞亮的这种展览空间 其实很舒服 并且你现在去到和美书馆看呢 他不仅有安藤自己的展 他在楼上还有几个其他一直在常驻的展览的一些系列 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一并看了他 那么这大概就是第一本书 安藤忠雄的这本书 好接下来是第二本书 小小的 他叫冒险图件 OK 这次我朋友送给我的 我还没有完全看完 或者看了可能五分之一的内容吧 因为他太硬核了 特别有意思 他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创作的一本书 然后主要就是 闪述了一些你在野外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他分了几个大类 你在野外的时候 徒步的一些装备的选择 教你怎么认路 怎么看天气 甚至教你自己认地图 画地图这种 就是辨别方位 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技能 然后到饮食 他会先教你在家里练习厨艺 怎么样去切菜 切肉 切鱼 之类的这种处理 食物的一些方式 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然后在户外用一些便携的锤具 锤具来烹饪 包括制作一些可以保存的食物等等等等这种 然后告诉你一些 基础的辨别野菜的一些方式 还有就是在野外过夜 在野外过夜要准备一些什么呀 帐篷的打法呀 隧带的选择啊 营地的照明啊等等 除了这些呢 后面一些会比较进阶一点 甚至有教你怎么样在野外就地取材 制作一些玩乐的东西 一些用具 比如说制作一些椅子或者桌子 制作吊床 甚至鞋子草鞋都有 螺框啊 用天然的染料染色啊之类的 去染衣服什么的 就是一些比较进阶的玩法了 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小白 到比较硬核的玩家 都可以用得上的一本手册 它个头也不大 还蛮方便去随身携带的 如果真的这方面兴趣的朋友 有想出门去玩去camping 或者是开庭的一些朋友呢 背一本在包里 我觉得说不定真的有用得上的地方 在后面的一些内容呢 它甚至有涉及到一些 生态方面的内容 怎么样去辨别这个树的种类 观察鸟类 然后观察各种植物啊 蘑菇啊 昆虫啊 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有点带点科研感的一些内容 过于硬核 我还没有读到这一块 当然它有一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的指导 比方说是躲避雷击啊 遇到落石雪崩啊之类的 流血的时候该怎么办 头痛肚子痛 或者扭伤骨折烫伤等等 受伤了之后该怎么处理 然后急修用品的清单 该怎么准备哪一些东西 都还挺细心的去提到 然后并且呢 它每一战还会配一些 尽量能让你懂它意思的插图 当然我觉得这个能get到多少 每个人对于图画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觉得还算是挺用心的一本手册 大概就是这一本 它的slogan叫做 一学就会的野外探险求生指南 我倒觉得一学就会有点难 这个还是需要尝试几遍去实践一下 但是它讲的确实挺详细 挺贴心的 肯定是能帮得上忙啦 但是好像我们目前的这种阶段来讲 实践到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 但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想先跟大家分享出来 万一真的有朋友用得到的话 应该是挺不错的 对你来说帮助应该会很大 OK 那么再过来一本呢 是关于服饰方面的一本书 它叫做Vintage Men's Wear 它是一本英文书 好像之前Release Blue的Way总台有介绍过 这本书其实我去年买的 也买了蛮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没有完全看完 我大概看了七八成吧 我看书的习惯可能是 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会看几遍 第一遍呢会很无人的看完 这我书的一些章节什么的 但是会去记一些 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这些内容呢 我会留到我第二遍的时候 去细细的看 然后我就第二遍看这本书 我会只挑我第一遍记得的那些 我想深入了解的内容去看 去更加系统的吸收和消化这些 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讯息 然后第三遍呢 就是认真的读完整本书 但是这个进度会变得特别的慢 会有一些信息可能我没有那么感兴趣 或者说有一些讯息呢 是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外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 不太了解 对我来说完全是外行的一些讯息呢 可能我消化起来会比较吃力 所以这个我会放在第三遍读书的时候 再去慢慢的接收这些讯息 所以这个过程会更漫长 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第二遍 挑我自己喜欢内容读的这个过程 这本书我现在是看到 这个第二遍还没看完 它其实内容比重不是很大 一个文字的介绍都很简短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过关 其实你看不懂的 也可能就是指着一些 它的专业名词而已 它本身的介绍其实都还算挺简单 每一个介绍篇幅也不大 挺短就几行字都能看完 它的分类是这样子 大概是有三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是运动和休闲 第二个章节是军装 第三个章节是工装 但是它跟我们任职的运动休闲 这一part不太一样 它的运动休闲指的就是那些 上个世纪早期 二三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这种 比如说打猎啊 登山徒步啊 滑雪啊 最早的那种赛车服啊 这些都对于他们来讲算是运动种 包括甚至大学的 联盟校的那些校园比赛 比如说橄榄球啊 曲棍球啊 棒球啊 这些运动都算在他们的运动休闲装里面 但是这些运动休闲装 通常也会伴随着一些 比较给运动员穿的正装 也算运动装或者休闲装 我也不确实他们这个分类怎么样分的 但是会看到有些西装 有些blazer的款式在这个分类里 然后呢 军装文工装 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了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品类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我们现代服装出现的一些设计的影子 都会在这本书里面看得到 追根术源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整个服装体系 基本上可以原创的设计细节是越来越少了 我都不说整件衣 只拿细节来讲 留给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 原创的空间非常非常的窄 所以大家不要总说 什么这个抄袭啊 那个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追根结底 包款也好啊 服饰也好啊 甚至鞋类也好 如果科技没有特别飞跃的发展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设计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有点瓶颈的感 大同小异吧 大概大家都是这样 为了功能性去妥协的话 如果你要说完全不考虑功能性 只考虑外观 你做出来的也不是工业消费品 是艺术品 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说就这本书呢 如果你对Vintage服装感兴趣的话 然后你对于借鉴 中古服装有特别大的这种兴趣和欲望 想要去发掘我们早期的一些这种 算历史瑰宝吧 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蛮值得看 很多时候你看这本书 你会发现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穿的那些衣服 这个设计点的由来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但是现在生活 已经用不上当时的那一个设计了 所以会把它改成现在的样子 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这样的感触 具体我就不列绝了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 这本书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 然后这本书 它也不算是时效性非常强的那种 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因为它我觉得算是讲的比较全面的 就对于中古的服装体系来讲 它的介绍呢 我觉得是挺够看的 至少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讲是足够去了解 OK那么就是这一本 Vintage Misswear OK再过来的两本书我打算一起讲 因为它们都是咖啡类的 它是来自中性出版社的两本书 一本叫做咖啡新规则 小一点 然后另一本叫做寻斗石 它们两个内容比重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入门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的进阶 就差得蛮远 是中性出版社他们送给我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首先讲一下咖啡新规则这本小的书 它做的是美国人 然后它对于现在的一些咖啡市场的一些变化 以及小白快速了解咖啡会有一定的帮助 它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入门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第一条规则是咖啡是一种水果 第八条规则 水洗法咖啡不意味着干净 日晒法咖啡不意味着脏等等 就是这些非常非常基础的这种知识吧 对于完全不了解精品咖啡行业的朋友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好入门的一本书 但是我并而有觉得它后面的 讲的所有的这些规则都非常适合中国的这个市场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 我们的饮食习惯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挑自己觉得OK感兴趣的 觉得符合自己生活这些内容去看就好了 它大概就分了这几类了 一个就是在世界上关于咖啡的各种规则 就是咖啡行业里面的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 然后第二个就是再加冲泡咖啡的规则 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怎么样去制作 简便快速的一些方法吧 就没有像咖啡馆那么复杂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懂得去操作咖啡机去制作咖啡 那第三part呢就是咖啡馆的规则 就是讲到你要去咖啡馆喝咖啡的话 该怎么样注意一些事情 那最后一part呢就讲到了一些 关于咖啡的中朝的未来的一些 它的想法吧 对于非常想了解金米咖啡的这些朋友来讲 对于想要入门的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那么第二本关于咖啡的书 就是这个《寻斗师》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进解 它的作者是叫做徐宝林先生 他是欧色咖啡的创始人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品牌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但是我这本书呢 读了好几天 我是一口气把它啃完了 非常非常的进解 不能说他讲得很难懂 他其实讲得已经算是比较 能让我们这些外行去了解的一些白话文了 只是难懂的地方在于 他太过于详细 以至于很多内容我要重复看起 变成了慢慢的消化掉 并且他还有很多不太好记的地名 或者人名啊 或者是品种名啊等等的 这些都是要 都是让我的信息有点加载过度 那他大概讲的就是 怎么样去咖啡生产地寻找到好的豆子 是这样的比较进阶的内容 他讲的都是寻豆时的那些经历和故事 那么他主要的分类是按产区来分类 首先就是非洲的四大精品豆的产区国了 一个是埃塞尔比亚 一个是肯尼亚 一个是卢旺达 还有一个就是布隆迪 这四个国家的不同挑豆子的方法 然后他们对于处理战 以及咖啡浓的这种咒关系啊 以及他们对于贸易的这个处理方式 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然后对于种植呢 其实也有大大小小的区别 然后包括品种的分类啊 培育啊等等等等 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不是从业的朋友们 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我自己看这本书 也是看了云里雾里 但是我很喜欢他的内容 我会想要多看几遍的 只是我确实现在没有这个 完全去消化他信息的能力 毕竟我也不是从业的人 那第二部分呢 就会讲到一些团队巡斗 或者是采购是怎么样处理 目前来讲比较有名的 净品咖啡品牌的一些 心路历程 一些创办的过程 作为巡斗时的这个 选斗的准则该怎么样 再过来呢 就是讲一些咖啡新品种 与旧品种之间的一些关系 最后就是一些 净品咖啡咖啡浓的一些 看家的本领名刚说 他们每个地区 各自有自己擅长的处理方式啊 地区寻求转型的一些案例 等等等等 他讲的非常非常详细 真的非常的进阶硬核 如果有在咖啡店工作的朋友 有兴趣了解 巡斗这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你买这本书 应该是没有错的 然后他的定价 官方定价写的是88 但是我记得在网上看 会更加便宜一点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本书 也希望他对你的这个事业 有一定的帮助吧 希望我们的国内的 这个净品咖啡的环境 会越来越好 那么讲到咖啡呢 书刚讲完了 我会想要再分享两个 我前一阵子买的咖啡绿杯 不要觉得我算是题外话 其实我这个也是准备了蛮久 但好像没有太合适的契机来分享 一直有朋友想要我 再出一点咖啡的 方便的一些影片 但是一直冲咖啡嘛 好像挺无聊的 我最近也是尝试着 换了几个不同的绿杯 想说试试新玩意吧 然后我就买了两个 一个是这一个莉莉杯 再说一下杯子 其实我在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不是 不是什么新鲜出炉的开箱 就是莉莉杯的盒子还蛮结实的 那种抽屉式的 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杯子本身长这个样子 我试着蛮喜欢它的造型的 然后据说它的造型是来自 八十几年前的一款绿杯 当然这个是莉莉杯的2.0版 1.0版它有个把手 然后有一个底圈 然后2.0版就完全改成这种 梯形的设计了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并且它整个质感 拿手脸非常的好 它这个肋骨呢 好像是有48条 非常非常的密质 然后它效率速度非常快 它适合的绿子都很多种 常见的有扇形的绿子可以用到 然后锥形绿子的话 其实叠一下也可以用到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最合适它的 就蛋糕杯的绿子 我是最喜欢用那一个的 然后它的出品 我觉得风味来讲会比较的均衡 但是并不会说上识掉 那款豆子特有的那一个风味 当然如果同样的豆子 用V60来冲的话 最招牌的那个风味 会变得特别的突出 这个呢就变得稍微平均一点点 这杯子最近我是天天在用的 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它对于冲组手法来讲 可以不用那么的严格 像V60呢 我觉得控制流速和时间 挺关键的 如果你要萃取出 你非常想要的那个风味 你是想要前段的风味呢 还是想要中段的风味等等 你要控制每一段的这个流速和温度 时间上的把握 但是这个杯子 我觉得它冲组方案 可以来得比较随意 我甚至可以一边放空一边冲 然后出来的味道呢 也不会说很差 其实挺好的 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愉悦 它不容易过脆 然后蛋糕型纸杯的这个好处 就是它的萃取的面积比较大 它不像V60是那种倒三角的 它会是一个倒梯形 所以它的这个粉床的厚度会变薄 这一个杯子的萃取方案 我记得在网上其实还蛮多人分享过的 我就不在这里分享我这一外行的左键 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下来呢 我是还蛮喜欢立体杯的 还蛮对其它这个价格的 大概就是160-170的样子吧 还不错 定价比蛮高的 然后网上这一个咖啡的萃取方案 比较多人看的 好像应该是那个 Apro咖啡的分享 那么这里呢就要带出来Apro咖啡他们自己出的那个滤杯 长这个样子 如果各位不了解Apro咖啡的话 它是来自当卖哥本哈根的一间咖啡店 他们的创始人去年还是前年拿了咖啡的亚军 这个套装我在他们官网下了订单 大概是等了半个多月吧 从达麦寄过来 寄过来之后呢 如果有关注我动态的朋友们应该有看到我发了一套动态 吐槽它这个做工 首先看一下它有几个不同的部分 它是有一个盘子 作为一个底 然后有个底下的这个算是杯子吧 它是带盖的 然后就是顶上这个滤杯本体了 其实这个滤杯当时我种草的 是在我朋友的一个红杯工作室看到的 我觉得很独特很有意思 但当时上网找怎么也找不到 后来我在James Hoffman的频道有看到他分享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April Cafe的滤杯是要在他们官网下订单 反而既然国内也没有人带过也没有人买 我就直接在他们官网订了一个 结果没想到我就这么好运 中奖给到我的这一个是瑕疵的 就是非常明显的瑕疵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算是批次的问题还怎么样 April Cafe的滤杯他们设计点就是说 里面有三个非常大的凸起 但是我这一个的版本呢是非常小个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网上看到都不一样 并且里面这一个有一个裂痕 然后它现在已经有点发黑它的右上都没有很好 再一个就是表面外面的这一个扣盘的部分 它是分了三个大的区域吧 其中有一片呢有印字的这一个 也是有一道非常长非常深的裂痕 这一个问题其实我也跟他们官方反馈过 我当时就在Instagram给他们发私信 我说你们看一下这个问题算不算是瑕疵啊 然后他们说这个确实是 虽然不影响它的使用 正常充足来说对咖啡风味是没有影响的 只是说产品的完成度来讲它确实属于瑕疵了 所以他们给到我一个方案就是说让我寄回去 或者是退给我40%的费用 让我保留这一个滤杯套装 其实我是比较懒用邮政寄到丹麦去 我觉得是件太麻烦的事情了 而且我也懒得去操作这番大龙凤 所以我就说那就退40%给我好了 这个留着正好我也给你拍个视频分享一下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滤杯本身有加持之外呢 这个盖子跟这个杯子的话 相对于滤杯本体来讲瑕疵不是很大就算了 我也不提了 然后这个碟子呢 我不知道你们在画面上看不看得出来 它不是很圆 就是它的边缘是有波浪起伏的 然后正面看过去的话它是有点妥 总之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吐槽好 然后这个东西竟然还是中国制造的 我都服气了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中国哪个地方找的 什么小作坊能做出这样这么差的这个水准 景德镇或者说佛山石湾也好 都是国际知名的这个陶瓷工艺的中心吧 整个广东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城镇 有这个陶瓷工艺的这产业链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找的这个厂家 能做的这么差的这个品质 OK吧 反正这就是Apro的这个滤杯套装 抛开底下那几个东西不谈 就只说滤杯跟我前阵子买的Lily来比的话呢 我觉得它确实在风味上 喝起来会比Lily更加愉悦一点点 但是这一点点差距并没有大到 它的价格比Lily多那么多呢 这个差距那么夸张 它应该都买三个Lily杯了 没有很推荐大家去买这一个Apro的滤杯套装 用Lily杯其实已经很足够 能满足到我们的这个位了 简单对比一下这两个杯子吧 大家可以看到Lily杯的深度会深一些 然后Apro这个滤杯浅一些 然后并且它们的开口角度呢 Apro滤杯的角度会大一点点 就是正常我们如果都用相同的 Kalita的185蛋糕纸杯放进去的话呢 滤纸边缘是要低于这个杯口的 就是在里面一点点 然后你放的时候会把它摁下去一点 会比较Apro咖啡的这个滤杯 滤纸会稍微比滤杯高一点点 不会特别多 放进滤纸进去的话 你不用把它往下拍了 它直接就能触到底 流色的话大家在画面上感受一下就好 OK那么这就是这期影片一些简单的分享了 有一些我最近在看的书籍 然后有一些关于咖啡的内容 希望刚刚分享这些内容呢 大家都能有在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领域里面 有能对你们起到一些有帮助的作用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今天影片分享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种分享形式的话呢 祝节日的分享 可能我以后再会持续的去做下去 其他一些不同种类吧 关于这两个滤杯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想知道的 或者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呢 欢迎你们弹幕或者评论留言给我 那么这大概就是今天影片所有内容啦 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再点下订阅老师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老师